回顾1998年注定是华语乐坛不平凡的一年 星星的闪耀与救星的谢幕 依然造就了许多经典 这期小编继续带你盘点那年发行的三十首风神之作 你能通到第几关呢 这一年正处于歌唱事业巅峰期的任贤旗 推出了专辑主打歌《伤心太平洋》 彻底震荡了华语乐坛 专辑中还有另外一首家喻不小的歌曲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陈慧玲也推出了《伤感情歌记事本》 旋律响起是否勾起了你曾经的回忆 同年彭家慧凭着独特高亢的嗓音 也推出了一首撕心裂肺的歌曲《相见恨晚》 天王刘德华也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 写出了一首快智人口的歌曲《邓小孩》 这一年《动力火车》 也发行了电视剧《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当》 在十足的歌曲《月亮所获》 还有专辑里这首小小的太阳 石一郎的曲章语的词 天生绝配 这一年王妃也推出了《歌曲红豆》 这也是他最具广为传唱的代表歌曲之一 童年告别一名的小刚也开始用本名周传雄 发行了抒情歌曲《暖风》 梁永琪也推出一首充满少女气息的暖心歌曲《胆小鬼》 张正月亲自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爱我别走》 后期也被众多知名歌手所翻唱 奶茶刘若英也发行了代表作歌曲之一 《很爱很爱你》 莫文蔚也推出了首张国语专辑电台情歌 如今再听仍不过时 林志炫清亮悠扬的嗓音 也发行了一首深入人心的歌曲《蒙娜丽莎的眼泪》 平民天后徐怀玉也发行了个人第一张成名专辑 《我是女生》 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 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 这一年陈小春也推出了专辑歌曲《神呀救救我》 唱出了多少单身汪的新生 李文也推出了一首曾风靡全国的舞曲《地大滴》 歌神张学友也发行歌曲《头发乱了》 颠覆了以往的风格真假音的运用 令人叹为观止 同年海克高慧君共同演绎了这首对唱情歌《你最珍贵》 这一年周华健李宗盛黄品源演唱的歌曲《最近比较烦》 歌词也成了我们生活里的真实写照 最后还有儿童团演唱的电影《风银》的插曲《虫儿飞》 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有种莫名的伤感